有沒有遇過有些男朋友有怪癖? 嗯…不中娘呢? 像不像? 我就沒有遇過 但我自己有怪癖 我很喜歡聞別人的… 身體的味道 不是太醜 我聽過最變態的怪癖是 要吃女朋友的糞便 真的要繼續說 這個是我還沒看到的 她就說愛國有對夫婦 男生跟女朋友要求 每天去便便的時候 要給她最新鮮的 吃了之後她就會感覺到那種… 是不是差的? 是真的 那個女生要自己出來說 她說她都掙扎了很久 但最後因為都很喜歡的男生 就決定… 懶惰一點 我們經常說吃糞便吃糞便 都是一個口頭線 寶寶 給我一點糞便吃 OMG 為什麼呢? 不過你有沒有聽過 除了吃糞便吃糞便吃 吃糞便吃 我覺得很噁心 嘩!很噁心 真的很噁心 很薄 她是說本身也接受不到 但有一次她搞染一下 為何今天會特別濕 奶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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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覺得上癮 之後就跟女朋友說 永遠都是奶上癮時才好 大哥 大佬,不是這樣的,很噁心 還有一些好爆的故事 話說一對情侶一起做的時候 男生對亨亨的聲音很相同 很興奮 他就要求女朋友要套那些不鏽鋼 然後還要做什麼呢 熬湯的羹 全程插一下就要吐一下 那個女生有沒有感覺? 不解釋 如果是你,你有沒有感覺? 你把那個不鏽鋼造業插一下 你有目標 對,我不斷撐自己 但他變成這樣,就變成了 就等於SM 但這種的SM是變態 會頭痛 你SM也說有分S和M 有些人是S,有些人是M 你都可以夾起來 如果撐撐在自己的耳邊 真的很難夾 食屎,喝M和撐自己 我都接受不到 世界之大 什麼人都有 對,什麼人都有 我們看看網上搜尋了一些怪癖的事件 哪一樣會令你分手 第一,就是腳紅 就是問女友臭文 還有咬她的腳趾 但這個好像也挺普遍 都聽得到 蛤? 哈哈 有些人不喜歡聞東西 是真的喜歡聞臭的東西 我喜歡聞東西 我是很喜歡聞人的 看味的 不是看透的 是你完全沖洗澡 你每個人都有一個味 我而覺得每個人都很 unique 我喜歡,但臭的東西就不行了 說起聞東西又有一個好爆 你很pure and true 但你很pure and true 但我知道這個世界很險惡 話說一開始大家搞完了 很開心 第二天早上 她睡醒時發現 她的兒子在聞他的橄欖底 自此之後 她的男朋友每次都要求要給她聞 尤其是出完學很臭的時候 她說因為這樣聞完之後 會觸發到她的 然後還要幫她的橄欖底改名 好像寵物一樣 方便外出吃飯時 說暗號 例如那是西瓜 西瓜 那我就釋怒了 然後 噢 真是很賤 這些應該是天爭有個空的 但你怎樣找到這些故事出來 是嗎? 我也不知道 你很多朋友 你猜到自己也有暗號 我真的不喜歡你 我跟我的橄欖底改名 我跟我的橄欖底改名 耳夢 而且是 有啦 耳夢 吃不吃龍蝦 耳夢 對 另外一個就是 吃任何東西都要吃第一口 因為我覺得未導致到 不可以分手 安安的時候 要吐口水 還有要舔臉 我覺得很多外國會這樣 不過我還是看Sex in the City 他不是說誰做的 總之是有些怪癖 大把 我想愛國多一點 要你愛大聲一點 叫她的名字 叫她的名字 那些 吐口水叫她喊什麼東西 有些怪癖比較正常 對 正常 對 你叫你喊 喊我的名字 那她有口水 所以我覺得很想自尊 可能吐在你身上 然後再次喊你 又不是吐在你身上 因為是特別的東西 是不是特別的東西 好了 接著就是 把女友的睡衣穿在公仔上 抱著睡 然後有生理反應 因為她有把女友的睡衣穿在公仔上 對 即是說想要穿都依然是你 對 那這個都還好 我覺得 OK 你不戴油 好 好 哈哈 為什麼大家差那麼遠 Mary呢 Mary公仔 然後穿你的衣服 不行 Mary身材好過 所以應該是對Mary有反應 不是對我 哇 這個怪癖我不行 收集前度的底褲不行 有前度的東西也不行 對 我也是 另外有些怪癖 代表你愛對方才會做這些 那些就有一點是滿足自己 那這些應該是愛的表現 好 第一個就是咬對方 那女生覺得咬的舉動 就是表現親密的 這個正常一點 這個正常一點 最喜歡的人就忍不住要咬對方 宣洩主權的行為 我不是經常咬 但我 嘩 好想咬他 你不會亂咬 不是自己男朋友的人 好 另外 我還有兩樣 喜歡聞對方的氣味 氣味就會令對方有多點安全感 而有研究顯示 聞男友的氣味 女友的壓力指數會下降 有這樣的事 難怪超級壓力爆高 當你一起相處 或者是一個身體的接觸 都會令你的壓力和血壓降低 除非有臭味 但我真的喜歡沖涼那種 它有一種自己的味道 真的很棒 好 第三 喜歡吃男友吃過的東西 以及穿過的衣服 這個正常 我很喜歡穿男朋友的衣服 穿下去會知道 我穿這件衣服 他的時候會有一種 心思思的感覺 我穿了我男朋友的衣服 我不喜歡玩 我不想玩 甚麼是心思思的感覺 我會想玩 我會想玩 想玩 但你穿到男朋友的衣服 應該是他在你旁邊的衣服 不是 那他穿誰呢 對 那件衣服 他穿過 還是有他的味道 對 沒有洗 然後你又再穿 對 很棒 你有沒有洗 但剛才這件衣服 就是他穿過 再說幾年才跟你說一下 下一個男朋友我們再說 第四 就是女友喜歡把手放進男朋友的袋裡面 我早上有在香港 你逛街無緣無故 怎麼插手在別人的袋裡面 你拖一下手 拖一下手 然後插三袋 好吧 可能我太難沒拍 不好意思 還有最好冷的時候 給它一個動金 OK OK 喜歡睡在男友的肚腩 還有喜歡撕女朋友的面穿 這些很正常 我也沒試過有桃籃的男朋友 哇 這些是不是浪費名字 真的很影響外觀 睡在那裡有八塊東西 是嗎 不用八塊 六塊就OK 那倒不是 很棒 你真的沒試過有桃籃的 沒有 真的沒試過 不會是那種 可能有些肉 少少的那些 也是的 這些乖屁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都是與生俱來的 你去到那個位置 你又知道要做這些事情 它是個人喜好 對 都是要拍得多拖才知道自己的 她又看著我說 哈哈哈哈 好啦 祝大家拍多點拖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或者是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 追蹤 按讚 分享 我們 最重要是留言 跟我們講理想看什麼 我們會在下一個項目準備一下 喂 來啊 不要走啊 記得按爆我們的鐘仔 喔 聲音樂